你们家庭的状况怎么样 富裕吗 我们原来是农村的 我们那地方特别穷 就是靠天吃饭 但经济不富裕就是个大麻烦 我们知道练琴是要花钱的 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学钢琴又多少钱 我就觉得看不见那孩子 我自己闭着眼试一下 就是真是寸不难醒 什么都干不了了 过来他用那个玩具电子 弹出音乐了以后 我就感觉会不会找个老师学 如果学好了 也能是一个一种就是谋生的一斗技了 也是一条路 老师好找吗 不好找 特别不好找 我也不懂音乐 那会儿说实在都不知道什么叫钢琴 所以可见这个家庭 其实他们跟这个艺术是不沾边的 一点都不沾边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不知道去哪找 我就想去琴行 琴行有卖琴的 肯定去老师买琴的 他们有认识老师 去了以后 琴行也给我老师的电话号 我也给他们打电话 一说盲童 他都说我交不了 那最后是找到了哪个老师 他一直在谈见的琴目 在我们小区有一个张阿姨 他说我们家临睡去了 因为是新小区都不认识我们互相的 他说看谁弹这么好听 进屋里也看 这么小的孩子 他又看不见 弹这么好听 他说你怎么不给孩子找个老师学 我说找了找好久了都找不着 他说我问问我们孩子的老师 看看他能不能教 或者让他帮忙给找一个 那个老师说我还教圣乐的不教钢琴 完了我给你找一个电子琴老师 老师姓什么 是指缝市亚马哈电子琴学校的一个刘雨雪老师 刘雨雪 刘雨雪老师完了 他说你把孩子带过来吧 带过来我看看啥 看看能不能教 后来我就给他带去了 带去后来他那会儿 他就用玩具电子琴已经弹好多手曲子了 比如说好日子呀 我根本不懂什么古典音乐 钢琴曲根本不懂 什么贝多费摩扎特都不知道 他给电子琴老师弹了好几手 后来他说我试试吧 后来我就问这个学费怎么收 我想肯定就是 他看不见很难教 比正常孩子要贵一些 后来他说那我也没教过四生 我不收你学费 我们要谢谢 谢谢林小长 你看生活当中有很多陌生的爱 其实是在不经意当中来到你身边的 你可能也没有很多的期望 但是他突然就这么来了 然后我也知道浩浩 好像在学电子琴两年之后就获奖了 对吗 是 学了一段时间 他就来北京参加那个 那个什么比赛 中华琴艺术风采 国际交流大赛那个金奖 这次比赛他有一个人生的很大转变 就是妈妈决定来北京了对吗 来北京比赛他听到好多人都弹的是钢琴 是和这个琴不一样的声音 这钢琴的声音这么好听原来 他后来回去以后说啥不学电子琴了 你那时候觉得那个钢琴跟电子琴 最大的区别在哪儿有没有感觉到 我觉得钢琴的声音更优美 更纯正 更好听 对 更好听 而且钢琴比电子琴声音红亮 反正就是 就感觉钢琴比电子琴好 他要学钢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怎么着才能学钢琴 后来他电子琴老师 还是对电子琴老师帮着我 他说他音乐天赋很好 他说如果在音乐方面有很好的发展 你还是转钢琴